本章将介绍盘点作业 首先先看到流程说明 盘点可以清查实际库存数量 并透过盈亏调整 使库存账面数量与实际库存数量一致 透过盘点查明盈亏的原因 发掘作业与管理中所存在的问题 并且分析、检讨与解决 以改善作业流程和作业方式 连带提高人员素质和企业的管理水准 盘点方式可分为全面盘点 将所有产品全部盘点与循环盘点 一次指盘点某些产品类别 盘点的做法 有人工盘点与盘点机盘点两种主要方式 当你完成实盘库存量登录 经检查无误 只要执行过状动作 系统会计算出盘盈亏 即完成盘点作业 什么时间盘点最合适呢? 最好是当天没有营业 可以投入公司人力全面的盘点 如果营业时间不允许的话 也建议在盘点期间 不要有任何进出货的异动作业 才能确保盘点数字的正确性 现在示范人工盘点作业 进入盘点作业 新增后选择盘点日期 及盘点时间 这非常重要 因为系统会依照你输入的日期 及时间计算出账面量 并选择要盘点的仓库 再来选择产品汇入功能 输入包包配件类别后 会将所有该类别的产品 全部载入到盘点明细中 依照实际盘点的数字 逐一输入食盘量栏位 将这张盘点单所有食盘量都输入完成 并确认无误 按下过障按钮 此时系统会计算出盘盈亏 并调整产品库存 就完成库存盘点作业 最后你可以列印出盘点单 来检视哪些产品有盈亏产生 接下来示范Excel盘点流程 请照前面的步骤 新增一张盘点单存档后 在更多功能选单中 执行产品汇出 并点选下载盘点档 直接开启Excel档案 在依实际盘点的数量 逐一在食盘量储存格中输入 您也可以自行将品项分类 交由多人同时盘点及输入 这样可以加快盘点的速度 等到盘点数量正确输入完成后 将档案储存在桌面 以方便进行档案上传 执行产品汇入功能 选取档案汇入分页 用滑鼠将Excel档案 直接拖曳到浏览视窗 在视窗中有一个重复转入的选项 它的用途就是 当你有多个档案要同时汇入时 需要将它打勾 系统就会自动累加相同品项的数量 最后按下汇入按钮 只要Excel档案有输入盘点量的产品 会全部汇入到盘点单中 这就是Excel档案汇出及汇入操作步骤 最后要讲解 什么是载入盘点日 未盘到产品作业 假设系统内产品有1000个品项 但实际在库只有500个 盘点人员仅能针对现有库存品项盘点 但另外500个帐面量可能不是零 系统提供载入盘点日 未盘到的产品功能 能自动的将当日未盘到的品项 全部载入到一张新的盘点单 并将盘点数量归零 这样才能达到全面盘点的目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